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由于舞台上 由于灯光 所以说它的妆面一定要比我们日常化妆要浓艳 要艳 尤其是红色在舞台上会显得特别的精神 但是我觉得我们乐剧的化妆还是好美的 对 乐剧化妆呢 我们说到乐剧化妆跟金剧昆渠那种行当的那种 金剧的那种化法不一样 它比较贴近于我们生活和电视剧的一种化妆的手法 但是同样作为一个乐剧舞台的化妆 它也要注重美感 同样是轮廓啦 对于每一个演员的脸型的这样的不同的化妆的手法去塑造 让他们的脸型在舞台上显得更加的端庄完美 这也是很重要 所以今天王老师这里同样也有阴影修饰 包括鼻梁 轮廓它都强化了 所以我觉得今天这个妆啊 给我感觉印象还是很不同 我也是像上官网一样 由花旦穿越成女小生 戏剧舞台妆在舞台上呈现的粉底的话呢 我们会选用戏剧油彩 我们在舞台上的这个底色呢 我们会选用一个嫩肉色的油彩来进行打底 看到没有 现在我们的油彩已经上脸了 现在这个粉底是特别厚的 然后呢把它抹匀 第二步打高光 打的这个位置呢依旧是T字形的 但是呢我们是要在舞台上出现 所以我们今天的这个高光的立体感呢 要更加的明显 因为它是远距离观看的效果 在戏剧舞台上呢 我们也可以先把眉毛的形状先定好 现在呢我们要进行定妆 因为一会儿呢我要画一个夸张的眼线 所以我先要把自己的眼睛的双眼皮呢 贴得大大的 我先用橙红色 在下眼帘打上第一层眼影 我们用同样的眼影色 画上上眼影 然后我们眼影的整体的走向呢 也是要往斜上方拉 跟眉毛的这个形状呢 成一致 接下去呢 我们来描画眼线和眉毛 眼线呢 眼线呢也是需要往斜上方去给它拉长 像凤眼一样的 然后呢眼尾略微的粗一点 眼头的略微的紧一些 最后一个环节呢是口红 那嘴形呢我们会画一个比较男性化的 有菱角的这样的一个纯形 越菱女小生呢 我们还有一个要画的呢 是一个病角 那这个病角呢是男性特征 所以我们呢在化妆的时候一定不能忘记 多多想止 在化妆上 不少得要的 下单到底是什么 甚至这个形状呢 你应该不得了 跟着一切地亚富富有才能 也应该不得了 无论一切地亚富有才能 这么一切都没得了 下单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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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